欢迎来到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5月24日,星期三,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关注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及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亚马逊温哥华总部即将启用 据报道,位于温哥华市中心西端的邮政大楼The Post即将启用 今年9月,全球最大的电商科技企业亚马逊将会正式入住这里 消息指出,亚马逊是邮政大楼的唯一租户 房东是Quadreal Property Group房地产集团 该集团于2018年宣布对该建筑进行重建 重修之后,邮政大楼的原始工业部分得到保留 两座新增的办公楼位于顶部 就加拿大邮政局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存在 重建项目保留了建筑物的外部特征 并加固了原有的钢筋混凝土框架 亚马逊作为这座重新建设的写字楼的唯一租户 将占用邮政大楼南北两个塔楼内约11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亚马逊发言人Christian表示 现有的结构将包括18万5千平方英尺的零售 食品和便利设施空间 特鲁多宣布对俄罗斯70多项新制裁 特鲁多总理结束出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在峰会上G7领导人共同协作 推进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重要事项 包括加强全球经济的安全保障和复原力 维护联合国宪章等多项内容 峰会上 加拿大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并提供薪资金以防止核武器扩散 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 重申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声明说道 我们重申我们的承诺 只要乌克兰需要 就会提供财政 人道主义 军事和外交支持 特鲁多对媒体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表示 70多项新制裁主要针对支持俄罗斯非法军事行动和同谋侵犯人权者 他说 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总理办公室表示 制裁对象包括与俄罗斯公司有关的17个人和18个尸体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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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